贺兰敏之,是武则天义乃同胞的亲姐姐,武顺的儿子,也是武则天最爱的孩子,宠爱的程度都超过了自己的儿子,这个人做过多少猖狂的事,你有听说过吗?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,女人想要干政,无非是两个方法,一,以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,直接掌控朝堂,二,以皇后或者宠妃的身份,影响皇帝,进而间接影响朝政,当然,这两种方式只是有实现干政的可能。 真正要影响朝政,还必须要在朝堂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耳目,若是太后临朝称制,这个耳目最主要的作用,就是帮助太后在朝堂中发出声音,毕竟不能什么事都让太后自己撸着袖子往前冲,若是皇后,宠妃的话,这个耳目作用就更大了,还得帮助她掌控朝堂的动向,知道最近有什么风向,在武则天打败萧淑妃, 王皇后,彻底制霸后宫之后,她便将目光描向了朝堂,这个时候,身为皇后至尊,想要在朝堂上树立自己的耳目是很简单的,但是为了保证耳目和自己始终一条心常用的方式就是封赏外戚。 到了武则天这里,却出现了一点不同,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霍,原本就是唐朝开国元勋,地位身份倒是本来就够高,要是在朝堂,自然能保障皇后的地位与利益,令人惋惜的是,武则天入宫之前,她的父亲早就去世了。 因此,在武则天被封为皇后之后,除了她的母亲被封为荣国夫人之外,还有她的姐姐武顺被封为韩国夫人,难道武则天没有其他的兄弟了吗? 并非如此,武则天还有两个哥哥,武元庆,武元爽,但是这两位与武则天同父异母,在武士霍去世之后,这兄弟二人对武则天母女四人非常不善,武则天对二人不仅没有兄妹之情,甚至还非常厌恶,因此,武则天不仅没让唐高宗封赏二人,反而将他们远远发配到了边疆偏僻之地。 如此一来,武则天只有一个母亲,一个姐姐,一个妹妹,是最亲的人,这三人是上不了朝的,自然不能充当他的耳目。 于是,武则天只能退而求其次,选中了武顺的儿子,赫兰敏之,为了名正言顺,武则天还将赫兰敏之改姓武,让他做武士约的后四,继承了周国公之诀。 从此之后,因为有武则天的宠爱,赫兰敏之成为整个长安城最大的顽固,甚至比武则天的亲生儿子,当朝太子都要肆无忌惮。 据史书记载,赫兰敏之在这期间作恶多端,最耸人听闻的,就有三件。 一,调戏表妹太平公主,强暴了她的是你,也一种说法是,强暴太平公主本人。 二,在太子李红大婚前夕,强暴了太子妃,使得李红不得不另选太子妃。 三,与姥姥荣国夫人通奸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强暴太平公主是你。 旧堂书,赫兰敏之传记载,使太平公主上佑。 往来荣国之家,宫人侍刑,又常为敏之所逼,而监巫事发,配留雷舟,行至韶舟,以马将自一而死,单纯从旧堂书来看,好像是贺兰敏之间污了太平公主。 事发之后,被发配网雷州,太平公主一称呼,其实原本是她的道号,在她八岁那年,便以替外祖母荣国夫人祈福为名,出家做了女道士,道号太平。 从这里来看,她在荣国夫人府中的时候,年龄不过五六岁,贺兰敏之在如何禽兽不如,也不至于如此吧。 所以,关于这段记载,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解读为,世行的工人常为敏之所逼。 后面的监巫事发,应该是接下来要讲的监巫太子妃一事。 监巫太子妃 唐高宗出行东都洛阳,为太子李洪纳妃,选中了四位少卿杨思俭之女,赎料,在大婚前夕,贺兰敏之听说杨氏之女貌若天仙,便起了邪心,竟然受性大发将杨氏之女监巫。 唐高宗圣怒之下,便要致贺兰敏之之罪,无奈五皇后,以她是五世祸的继承人,自己娘家唯一其人为由,亲自为其说情,这才免于处罚。 唐高宗无奈,只能替太子李洪并择良妃,这才选中了裴居道之女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,与外祖母通奸。 旧堂书中有敏之纪年少色美,争于荣国夫人的记载,新堂书中也有敏之勺秀自喜,争于荣国的记载,所谓争,可不是争主的争,没有草字头的争,在古代有娶父亲妻妾,兄长妻妾的意思, 左传中就有惠公之即位也少,其人使昭伯争于宣江,不可,强之,的记载。 史书上记载,武则天最终以几大罪名将其流放到岭南,其中之一就是与杰母通奸,但是我个人对这个记载觉得太过难以置信。 毕竟当时荣国夫人已经88岁高龄,而贺兰敏之不说是荣国夫人的亲外孙, 以他的身份地位,什么样的年轻貌美女子不可得,况且,作为武士约的四子,武则天大力培养的武家继承人,他甚至都不需要讨好荣国夫人,于情于理。 他这样做,多解释不了,贺兰敏之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。 公元671年,荣国夫人去世,武则天拿出一笔钱,让贺兰敏之建筑一座大佛,为荣国夫人祈福,没想到的是, 贺兰敏之不仅贪污了佛像中的瑞锦,还在荣国夫人丧妻内饮酒作乐。 不遵理智,武则天忍无可忍之下,终于将其除名,并发配往岭南,又在途中以马江绳将其一死,贺兰敏之的死,充分展示了何谓恃宠而骄,自取灭亡。 贺兰敏之又是如何从一位出身高贵,风流倜傥,才华横溢的天才少年,成长到如此心理变态的恶少的呢? 这一切,还得从他的母亲和姐姐说起。 当年,武则天好不容易斗倒了萧淑妃与王皇后,为了独宠于唐高宗,他不敢轻易让其他美人靠近唐高宗,但是唐高宗也是个正常的皇帝,他也有自己的欲望。 武则天深知赌不如书,于是将自己的姐姐武顺引荐给了唐高宗,从此姐妹二人横行宫中。 因武则天没想到的是,因为姐妹俩的关系,武顺的女儿贺兰氏得以经常入宫,这一去一来,就与唐高宗勾搭上了。 在他母亲武顺的帮助下,贺兰氏越来越得宠,甚至一度让唐高宗有了立其为非的想法。 有一天,唐高宗与武则天商议此事,武则天这才知道,千房万房,家贼难防,自己的外甥女竟然趁自己不注意,爬上了龙床,若是他的姐姐武顺,他不仅不介意。 还可以帮助他,毕竟年龄百在那,根本竞争不过他,可是这个外甥女就不一样了。 如花似玉的模样,又是花样年华,哪怕是自己的外甥女,武则天也不得不防。 于是,武则天一边假意应付唐高宗,拖延时间,一边准备彻底解除后患。 公元666年,武则天的姐姐武顺已死,武则天在泰山峰上归来,便堵死了贺兰氏。 武则天当时全是滔天,早已经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,所以这件事做得并不隐蔽。 相关人员都能通过蛛丝马迹知道是武则天下的手,得知自己的妹妹死后。 贺兰敏芝也马上反应了过来,她就是死于姨母之手,却无可奈何。 从此之后,武则天与贺兰敏芝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。 原本的偏偏少年彻底走上了一条黑化之路,先是强暴太子妃,后来又调戏太平公主侍女, 并传出与外祖母有奸情的绯闻。 这一切的一切,都不过是贺兰敏芝在发泄自己内心的仇恨。 他恨武则天将他原本美好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,恨他肆意将自己一家人当作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玩物。 而武则天也知道贺兰敏芝的心情。 所以,开始的时候,他很大度地表示,这只是小孩子的意气用事,并没有追究他的过错。 武则天认为,贺兰敏芝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,而且他也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依靠。 他迟早有一天会长大的,气顺了就会给自己赔礼道歉,然后乖乖做自己的棋子。 可是,武则天最终还是没等到那一天,也许他的耐心已经用尽,在他母亲荣国夫人死后,他终究还是将屠刀对准了这个曾经寄予厚望的少年。 这一年,贺兰敏芝年仅29岁。 贺兰敏芝死后,武则天无奈之下才启用了自己的两个侄子,五成四与五三四。 最终有了武姓与李姓的太子之争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